进到来到泰国 当地持续将近四个月的 反政府反王室示威活动 生在持续当中 昨天首都曼谷 又有上万名的示威民众 游行到大皇宫前 要把陈秦信提交给泰王 诉求泰王不要再过度干政 现场一度紧张 强力水柱喷发 现场民众被水炮打得东倒西歪 警方甚至发动大巴士 试图镇压示威者 却让群众情绪更激昂 奋力抬请大型油桶 要搬到泰国曼谷的大皇宫 里面就是民众 写信给泰王的陈秦信 希望王室尽快进行改革 泰王不要过度干政 整齐事件起因于民主派 发起一人一信 写信给泰王 没想到游行到大皇宫途中 遭到镇报警察发射水炮 一度爆发冲突 而泰国从7月以来 反王室抗议持续进行 因为在泰国批评王室会触法 围者最久可能背叛15年徒刑 上万民众又一次冒着危险站出来 要提交陈秦信 就是希望泰王听到人民的怒火 华时新闻目下随编译